大家好 我是郝廣猜 今天世纪今日11月8号 要讲谁的故事 要讲伦情 伦情谁呢 伦情跟我们这个关系太密切了 他是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得主 就是伦情 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他发明了S光 那伦情小时候呢 本来成绩很好 在学校呢也没问题 结果出了一件事 有一个同学呢 画漫画讽刺老师 结果呢 被侮赖呢 是他画的 结果这样就被退学了 这下麻烦了 那他就拿不到中学的文凭 这样没办法上大学 所以才转到瑞士去读书 那瑞士呢 不管你有没有中学文凭 反正你要来读书 先考试 考试过关 我不看你的文凭 只看你有没有能力 有能力我就让你读 所以他就在瑞士呢 开始进入科学的领域 那他在偶然的状况之下 是怎么发现S光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要写 他是为什么会发现 他怎么发现 他用了什么方法去思考 然后最妙是 S光出来的时候 第一张照片是吗 是他太太的 这个一照 哎呦 这个骨头全部照出来 然后他太太问他说 那个圆圈是什么 他说那就我们的结婚戒指 中间他太太对他也很好 有他这个太太呢 让他试验呢 就怎样 非常顺利 可是伦情发明了这个S光 那请问 为什么叫X光 不叫伦情光呢 伦情坚持要叫X光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X光 未知 就我们对他还不清楚 所以不可以随便 要小心看待 而且呢 他也得了很多奖 大家不断的那个给他讲 像诺贝尔奖 他是第一个得到 他就马上把钱全部捐出来 捐给他的大学 那很多奖他也谢绝 然后呢 大家本来要说 把这个X光变成伦情光 他坚决不要 就是伦情你看 从小他这个品格就很好 给人家诬赖呢 他也就认了 没讲什么 反过来 他这个功成名就之后呢 他也不贪图名利 对 而且他一直提醒大家说 这个叫X光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未知 所以后来X光呢 造成了很多困扰 虽然对这个科学有很大的帮助 对医学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当时很多人不懂 还以为X光可以美容 拿X光来照 照到最后都皮肤溃烂出事 还不止这个 然后呢 他一直警告 X光这个射线很危险 所以后来像Gili先生 Gili夫人都是怎样 暴露在这种放射线的 这个光线底下太久 结果得了癌症过失 那伦秦发表完X光之后 写了四篇有关X光论文 之后做了什么事 就努力去搞数学 他基本上都在科学的冷门的项目里面 努力为大家做基础的研究 所以伦秦不是他这个偶然发现X光 有多厉害而已 最重要的是 他这一路上来这个思想是怎么 怎么成就这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背后的思想其实更值得我们阅读 所以呢 11月8号来读读《轮情》吧 这一路上来读读《轮情》吧 这一路上来读《轮情》吧 这一路上来读读《轮情》吧